姐姐 一 作者 杨显慧 朗读者 陈颂无声 我的老家是通卫县第三铺乡的槐树湾村 我大是一九五九年就历七月从陶河跑回来的 没别的原因就是想家 那时候陶河工地的民工都吃不饱肚子了 他想 一大家人呢 家里人吃啥呢 怎么过日子呢 我大弟兄四个 姐放前就分家了 我大是老大 家里情况最好 一九五八年吃食堂时 对上较往食堂交粮 我娘在我家后院的菜园里买了一缸油麦 我们一家人凑合到这时还没饿死人 家里有娘 大姐 二姐 妹子和我 这时 我大姐二姐出去要饭不在家 我还有跟奶奶和四爸在一起过 四爸这年三月跑到新疆去了 在沙湾县 家里有四妈 三爸在一个小学当过老师 一九五七年订了右派 下放回家种地呢 年初就没了 爷爷是这年八九月去世的 记得有一天 我奶奶打发我去万家岔 叫我小姑姑 有八九里路 说爷爷快不行了 叫你回去 姑姑当天没动身 抓紧时间在墨子上推了些古衣 放下叫娃娃们吃 第二天早上 我们一起往家奔 等我们进村时 听人说爷爷没了 姑姑坐在村口 大哭一场 我大回到家的时候 那一缸油麦已经吃完了 生产队下粮收完了 但没分粮食 食堂也没留 西数拉走浇公粮 浇蒸垢粮了 我大就抓紧时间 在房后的我家菜园里 种了点文艾和苦桥 由于种的太迟 下雪天 桥迈还开花呢 只长了不多的一点点苛刻 收桥 我大还不在家里 献上大站画家岭 我大又被派到画家岭 挖榆林坑 修梯田去了 我奶和我娘把桥拔了 刚收拾完 线上搜粮队来了 进来了十几个人 只有一个认识的 是我们大队的队长 碧玉公社 碧玉大队的人 那时候不叫本地人当队长 怕你营私呢 怕你满产私分呢 那人叫吕连连 过去在我们村狗儿家扛过活 这时候是脱产干部 他领着十几个线上 和其他公社出调的人 组成的搜粮队 在我们村挨家逐户的搜粮呢 1958年大跃进 1959年持续更大的大跃进 吹牛皮吹得更大 蒸购粮任务比1958年还重 全县的蒸购任务没完成 从家家户户搜成粮交针购呢 他们拿的毛子 斧头 铲子 满墙榨 地上打 青椅 房子院子里想到哪儿就挖哪儿 挖了三天三夜 我家是个老庄 住了几代人了 有前院 后院 正院 都挖遍了 到处挖下的坑 堆下的土 把房子里的空面柜挪开 挖下了坑 把炕砸了 炕里头也挖了 四爸跑新疆时 还埋下着二百斤粮食 在庄厚的菜地里 地上种上了韭菜 那粮食给我爷我奶流的 说实在没吃得了再挖出来吃 救命粮 叫他们挖出来了 我家刚收拾好的桥麦 连钢都挖走了 桥麦放在洋芋窖里 洋芋窖是空的 我娘在窖底上挖的坑埋下的 挖走了 这三天 搜查队在我家挖 在我家吃 他们撤走时 粮没了 文艾菜也叫他们吃光了 搜查队走后十几天 我大从画家里回来了 是马车拉回来的 走不动了 我大回来时 我娘和二爸家的大哥不在家 家里有个油房 在庄外的卖场上 分家时 给我大和二爸两家了 这时家里没柴烧 我娘和二爸家的大哥 拆着烧火了 堆里说 那油房已经入社了 是集体的财产 把我娘和二爸家的大哥 拉到公社批斗去了 那是快天黑的时候 听见有人敲门 我当时娘回来了 出去开门 却是我大回来了 我大饿得变相了 不像我大了 走路都走不稳 第二天 我娘和大哥才回来 又到第二天 两个姐姐要饭回来了 这天晚上 我娘烧了一锅 鱼薯皮汤全家喝 喝完 睡下了 两个月没见我大了 这一夜 我睡在我大怀里 钱蒙蒙亮 我大怀里湿溜溜的 像是出了一身汗 实际上 我大失禁了 我傻着呢 变不过来 我冷得不行 我就喊娘 我大身上出水了 娘叫我喊大 我喊大 大不喘 大姐喊大 也喊不喘 我娘骂我 赶快起来 我娘也起来 叫我奶去了 我奶住四爸家里 听说我大叫不喘了 一进门 就在院子跪下了 把头在地上 磕得咚咚响 呼天呛地地哭 我这辈子做傻孽了 我的儿子 一个跟一个的不行了 我二爸和大哥 把我家的面贵的 腿腿锯掉了 把隔板打掉了 把我大放里面 叫了两个人 帮忙抬出去了 就历十一月的天气 地上冻了 挖不动坑坑 只好放在 庄后的一孔窑里 这是放天炕的 用的土窑 门口立了些树枝堵住 我大去世后 烧了七天纸 那几天 我大姐姐就说 烧过七天纸 领着我要饭去 在家里吃树皮 吃骨液 非饿死不可 我娘不同意 说这都快到腊月了 出去冻死呢 我奶说我娘 你叫她去吧 你就这一个都苗苗了 蹲在家里饿死呢 我娘不拦了 头一天要出门 怕公社干部挡住 娘说明天走吧 早些走 第二天天还黑着 就起来要走 天上下起雪花来了 娘说 下雪了 冰天雪地的 衣裳下湿了 咋办呢 等雪停了吧 还是我奶 办事果断 说我娘 你不要拦了 赶快就走 走得晚 就赶不到 要饭的地方了 我娘不反对了 默默地把她准备好的 两碗古衣炒面 叫我大姐背上 古衣炒面 就是在念子上 念下来的骨子皮 骨可可 炒熟 墨细 能煮汤 也能干吃 从第三铺 怀鼠湾天不亮走起 路过宁甲湾和万家岔 到万家岔时 天亮了 这时候 又刮风 又下大雪 身上刮透了 脚上的鞋湿透了 因为站在脚上的雪化了 雪化飘飘 寒风割脸 确实冻得受不了 但两个姐姐催着我快走 他们说 还没出第三铺公社呢 遇上公社干部 非党回去不可 公社有规定 社员不许外出逃荒 那给社会主义丢脸 给公社干部丢脸 又走到温泉 西川 没进通位县城 后上上了北山 北山上 白雪茫茫 除了黑楚楚 光秃突突的在北风里 日日响的树壳子 山凉融化在茫茫的白雪里 大雪果悬的雪柱子 在空中悬着转着 天黑了下来 我们走一步 脚下就咕吱咕吱想一声 我害怕得很 怕狼 怕夜里冻死 可我姐说 前边有个村子 我们今天缓在那里 我跟着走 进了山凉东坡娃娃的一个村子 两个姐姐领着我找住处 央求几家都不叫住 后来找到一个老大妈家 老大妈把我们收留下 住了一夜 她说 她家的娃娃也要饭去了 老大妈家还有两个小娃 大妈小个子瘦得很 和我娘一样瘦 风能刮倒的样子 炕烧得很热 几个人挤着睡了一夜 这天走了一整天没吃东西 我口干 吃不下去 姐姐也没吃 她是给我留着不敢吃 怕头两天要不上吃的饿着我 大妈给我们烧着喝了点开水 把我们的鞋放在炕脚上烘干 快乐 知识 智慧 尽在静雅思听 天亮后继续走 走在去一港川的山梁上 听见前边有马车的声音 当时我已经走不动 大姐说 赶快走 赶马车去 到车上坐一下 追了一截 马车下山了 走弯来弯去的车路 我们走截路 从坡上溜了下去 追上了 我姐央求赶车人 把我兄弟带一下 兄弟走不动了 赶马车的不叫坐 这人三十岁左右 戴顶皮帽子 穿皮袄 烂布鞋 坐在车园上 我姐嘴里 央求戴一下 一边说 一边把我抱上了车 坐上后 赶车的再没说啥 两个姐姐也爬上车来 一直坐到一港川 马车进了一家大车店停下 我们下来 赶车的进了一间房子 我大姐进了另一间房子 要点水出来叫我喝 把碗还回去时 央求那房里的一个女人 女人叫我们进去了 上炕 和这女人 睡在一盘炕上 第二天早上 我姐一定要我吃几口骨衣炒面 说再不吃就饿垮呢 两个姐姐都吃了 我还是没吃 吃不下去 骨衣太干 在家煮汤能喝下去 干吃我真吃不下去 渣嗓子 苦 再上路我就走不动了 饿得羊混子了 脑子木呆呆的 脚抬不起来了 不会走路了 两个姐姐拉着我走 上山的时候 从后边推着我 轮换着推 这一天又走了四五十里路 三天总共走了一百五十里路 傍晚时 走到一个名叫沙家湾的地方 大姐说 前头有个毒庄子 上次她和二姐来这儿要饭 吃饱过肚子 我大姐二姐要过一次饭了 她们认路 也认识大多数地方 叫得上名字 大姐十七岁 二姐十五岁 我十岁 大姐已经说好婆家 原定一九五九年正月 婆家去亲的 一九五八年 生活紧张了 婆家来人说 缓一缓 过了这一段艰苦时期 再结婚 大姐比二姐长得逊 树高条 二姐长得矮 胖 那时也不胖了 听两个姐姐说 能要上吃的 我就鼓劲走 一会儿 走到那个毒庄 却是没有一个人 庄子在 人搬走了 空空个儿 我们三个人 一下子泄气了 扑腾坐在地上 坐了一会儿 大姐说 缓一下咱还走 没人怎么办 我已经站不起来了 是我大姐拉我起来的 拉着往前走 走到沟底里 有十几户人家 我们就去要饭 这是离开家三天来 我们第一次要饭 前两天没要饭 光赶路了 到了村子 就是找地方过夜 这都是我大姐决定的 她要过一次饭有经验 知道在通卫县境内 要不上饭 到这个村庄 我姐说 能要饭了 我们就开始要饭了 但是 连着要了几户人家 都没要上 家里的大人开会去了 娃娃们在家 我姐说 谁家也没干粮 吃饭的时候再要吧 我们就在街上坐着等大人 天快黑时 大人们回来了 各家的烟筒冒烟了 我们开始要饭 我没要过饭 不敢要 大姐领着我要 二姐分开了 她自己去要 头一家要饭 我姐站在门口喊 大奶奶 给上些吃的 喊了几声 没人出来 也没人答应 我拉姐的手 叫我姐快走 我那时还羞得很 要饭是丢人的事 我还害怕得很 我也不知怕什么 反正心里恐惧得很 我姐不走 连续喊大奶奶 给上一些吃的 终于 一个老婆婆出现了 花白的头发 瘦瘦的黄黄的脸 她走到大门跟前说 我家也没吃的 连汤也喝不上了 我姐要求说 大奶奶 给上一口嘛 我家里没吃的 出来三天了 一口汤都没喝上 我弟弟快饿倒了 走不动路了 把汤给上些 老婆婆不说话了 转身进了房子 我想 人家不给吗 走吗 但这时 老婆婆又出来了 拿着要饭的铁勺 走到我们跟前说 实在是没吃的 把这口汤喝上吧 我姐忙把她的蹄笼里的一只黑碗伸出去 借助老婆婆铁勺里的汤 随里说 谢谢大奶奶 老婆婆还站着 我姐就把碗给我了 帅帅 快喝 趁热喝 这是没面汤 还有一块煮烂了的 指头淡淡大的洋芋块块 我一口喝完了汤 第二口 又喝掉了洋芋块块 又连续要了三件 连口汤都没给 我失望得很 不想要了 但姐姐拉着我往前走 接着要了两件 又都给了些没面汤 姐姐都叫我喝了 又有一家人给了两个生羊玉 放在解题的笼里 这时 我们已经穿过这个村子了 到村口了 二姐怎么要饭的 我不知道 我和大姐跟二姐分手的时候 说好的 要办了饭 在村口见面 我和大姐在村口等呀等呀 天黑黑的了 没等着二姐 我们又进了村子找二姐 没找见 问了几家人 有人说看见了 从那个方向走了 我们顺着人说的方向 找了几遍 还是没找见 后来找到这个村的马号旁边了 大姐说 二姐可能蹙在马号里了 去马号问问吧 马号的院子里有个小房 灯亮着 有个老汉 大姐问她 有个要饭的丫头来马号没有 老汉说没有 没看见个要饭的丫头 说着话 老汉知道了我们是姐弟三个出来要饭的 老汉说我姐 你兄弟这么小 天这么冷 你领出来要磨磨 饿成这个样子了 你的胆子这么大呀 把兄弟饿死怎么办 她数落了几句我姐 又说 别找了 你妹子可能在谁家促下了 你把兄弟领进来 就在这大促下 我和姐正发愁 这天夜里没出睡觉 就在马号里促下了 抗热得很 饲养员老汉 善良得很 他说 可不敢在村里乱跑 队长开会时说了 上边有指示 外流人口不叫收留 看见了要报告 送到收容站去 第二天早上 老汉忙着喂牲口 我姐把杨玉塞进炕洞里烧熟了 叫我吃 她吃了一把古衣炒面 喝了口凉水 从家里带出来的古衣就吃完了 吃完杨玉 离开了马号 这时还不到饭时候 大姐说找二姐去 我们在村子里找了一圈 还是没找见 大姐失望了 说二姐可能离开这个村子了 咱往前走吧 这天中午要饭的村子 我没记下 但是却在村子里 遇见了二姐 大姐为二姐担了一夜惊 怕她出啥事了 或者叫坏人欺误了 或者冻死了 如今在路上碰见 她一腔子的怨气都发泄出来 我大姐的名字叫芬儿 二姐叫芳儿 大姐立声喝道 芳儿 你从而哪儿去了 我二姐没说话 大姐就骂开了 你个混账 给你说下的 要把饭在路口上等着 谁先到谁等着 你做啥不等 你说 你做啥不等 你把人能挤死吗 你知道不知道 我们找了半夜 二姐当时解释一下就好了 可她没解释 就那么站着 看着大姐 看着我 大姐接着骂 你哑了吗 你说呀 你为啥不说话 分手的时候 说下的 谁先到谁等着 你为啥不等 你混账东西 你家去 你自己要磨去 你不要给我们再一袋 你叫人把心操死里 大概是大姐太凶了 二姐受不了了 一句话没说 转身就走了 蹬蹬蹬地 往村外走去 莫堪二姐走了 心里害怕 说大姐 姐啊 你再不要骂了 二姐着气了 大姐说 着气了 她还着气 我的气还没出来 她就着气了 走去 叫她走去 我看她上天去 当然 二姐是上不了天 但二姐转身 蹬蹬蹬走了之后 我们再也没看见她 以后的两天里 大姐也很后悔 她猜测 二姐那天夜里 可能没找到住处 可能在哪个卖草堆里 睡了一夜 也心里窝囊着呢 她一顿骂 不许二姐还嘴 二姐可能真正生气了 赌气走掉了 于是 大姐领着我 一边要饭 一边找二姐 大姐估计 二姐可能还会走 夏秋之际 他们要饭 走过的那些村庄 便领着我 也到那些村庄 去要饭 找二姐 但始终也没见到二姐 打听到二姐的下落